国足组建国家集社队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,虽然存在很大的争议,但是具体效果还是要看未来的比赛结果。 今天,根据山东泰安一家权威媒体的消息,国足将会在山东泰安展开集训,担任国足教官的队伍是全军老牌特种部队,这支队伍名气很大,是全军唯一一支获得集体一等功的特种部队,这支特种部队也称得上是最强的特种部队之一。 中国男足本次集训的人数达到了55人,可谓是数目庞大,算是集中了目前中国年轻球员的精英,展开集训,也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斗志和意志力,增强体能和个人实力,为国足人员不断的培养人才。 这支特种部队的训练强度可想而知,国足将会迎来真正的挑战,对于即将到来的魔鬼集训,相信国足队员们将会在身体和心理上都要做好双重准备。 据悉,本次集训不仅仅是训练那样简单,一旦训练态度有问题或者效果不好,出现被淘汰的情况,队员们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。 见识国家队和俱乐部,都会有相应的措施,其实我们都知道,中国男足队员的待遇在世界上都是领先水平,如今的训练和比赛环境也变得非常优越,但是却一直没有取得好的成绩,其根本原因还是在比赛中不够精博。 经常出现三步的情况,态度懒散不积极,同样是黄种人的韩国和日版男足却一直有着很不错的成绩,这就明显是态度的问题了。 这次即使,对于很多国族队员来说也是一件好事,通过严格的训练,磨练他们的意志,让他们吃点苦,不能只知道享受,端正好比赛态度,为国争光是一件光荣的使命。 希望国族的球员们能够好好锻炼,取得良好的训练效果。